好,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来去 一样是在我的就是Google云端硬碟里面 一样是这个资料夹下面 我其实已经做了两个APP了 然后到时候可能要请大家 可以的话自己做自己股 今天的APP 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面我做了一个叫做行动记账 我也做了一个健康管理的APP 我做了这两个APP 很简单十分钟内就做出来了 好,那我想应该大家应该还没有兴趣 想要知道说怎么做这个APP 然后到时候呢 可不可以让整个 例如说我们现场的 大家来去帮忙填一些资料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今天我要去做那个视力保健 视力保健哦 学生量测完毕之后 干脆直接请他打开手机 然后直接填自己的资料 就送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这样还需不需要请别人来key资料 不需要了 好,自己一个人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就把自己的资料全部填写完 这样不是很好吗 OK,所以我们来看看 如何去制作这样子一个APP 而且保证各位一学就会 首先呢,我们因为要做一个APP 做这个APP呢 所以我们就先到 例如说自己的 我是自己建立一个这样子一个资料夹 就是我的云端硬碟里面有一个叫做孙宰阳电脑 教室网站的这个资料夹 这里面呢 我建议各位看你如果说希望建立一个APP 你就新增一个资料夹 举例来说 我今天我在新增资料夹 叫做健康管理2 健康管理2 这个APP 因为我会希望说收集到 就是他填写一些基本的收缩压 舒张压 然后心跳 然后身高体重 我就假设出这几个资料 然后就请他自己填写 我等一下希望说 你们大家帮我填一下这个APP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希望说有一出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 让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顺便我们去了解一下 就是不用太深入的了解 但是你们大概这样就完成一个APP 好 所以我现在就建立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叫健康管理2 APP 然后接下来快速点两下进去之后呢 在你应该要知道 APP它一定要有一个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的一个应该说是资料库 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最适合做资料库的 就是收集资料的 例如说假设今天我填写完我的搜索押数这样押心跳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类似收集资料的地方 例如说Google试算的它就可以收集资料了 好所以点选新增一个Google试算表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暂时什么都不用做 暂时什么都不用做 那可是至少你要把这个名称改掉 这个名称 例如说这个名称叫做健康管理2 好吧 健康管理 健康1管理好了 1管理 你最好可以设你自己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要收集那个视力宝剑 好类似随便你 癌症筛检 例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个问卷 那个你今年做了什么筛检 你可能他在多询问议题 就是说 请问你是不是去年做过 说不定他是去年做过 今年没做嘛 对不对 好类似这样子 那我就做一个叫做健康1管理 的这样一个资料的界面 然后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哦 那接下来工具这边 工具这边 我们点选建立表单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去建立一个让别人输入资料的那个界面 举例如说你要收集书张压 收缩压 心跳 身高体重 好 类似这样子一个资讯 所以我们要点选工具底下的建立表单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一个是什么 收集资料的资料库 就是这个像以资料资算表 还有一个什么 输入资料的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关掉了 你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 一模一样名称 但是性质不一样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交Google表单 就是交这一个 就是交这个 这个完全没动 你完全不用在里面打任何东西 这只是为了自动收集资料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假设收集完资料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什么 视觉化报表 就是用这个 这个资料 可是你要想办法把这个Google表单 给每一个市民看到 然后希望他填解资料填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Google表单 如何去设计 Google表单如何设计 所以快速点亮一下这个 健康医管理